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芒香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早晨節目 芒香早晨!錄的時間是2021年6月9日 首先這裡有澳洲的珍必士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還有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芒香編輯部 還可以去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苗經濟反攬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好了,今節我們說一說 黃友除了BNO祖國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就是家鄉 日本,我要跟這個衰格嘉義偉說聲對不起 真是把口不好,說對了 原來入境日本的1700多位奧運相關人員 就是一個人,一個人中了1900多位奧運 幸好 但是他很搞笑 有沒有說什麼種呢? 暫時沒有詳細 日本政府其實在參議院的決算委員會上就說 四到五月期間原來就有1700名奧運相關人員 入境之後原來是未接受隔離的 其中一個人入境後四天就檢測中了19 陽性 這個其實就是根據《讀賣新聞》說出來的 原來日本政府負責人就在國會接受質詢的時候說 啊,我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給一些反對派質詢 4月份到5月份 原來有85%奧運相關人員抵達日本之後 在特事特辦叫特例入境 未接受任何隔離的處理 其中4月份865人 5月份842人 總共有1007人 日本政府還說 我們的確 其中一個人入境四天之後就 檢測中了19 這樣說 但你不用擔心的 其實其他人沒事的 而且他說 他入境時和入境三天後的結果都是陰性的 不知道為什麼第四天才陽性 其實我還擔心 因為這些是Delta變種的一個特徵 要測幾次的 這些 頭一兩次測不到 他說不用擔心的 菅義偉政府說 沒有密切接觸者不用擔心 原來你是給那麼多人特事特辦的 頂你呀 其實 目前 日本政府原則上 是拒絕來自所有國家和地區的人員入境的 但是 有特殊情況 希望入境的人士 需要在家裏接受14天的 隔離 來自 變異地區國家的人士 是不是指印度 還有 BNO做過 需要在指定場所接受 3天到10天的隔離 不過剛才說的1707位人士 是特事特辦 叫特例入境 這些包括奧運選手和他們的相關人員 不需要接受任何隔離 可以一邊接受檢查 一邊訓練 日本媒體就震怒了 他說這個一定會成為日本防疫對策的大漏洞 原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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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靜雞 頂他4、5月原來 原來靜靜雞 放了那麼多人進來 還不需要隔離 那些黃友不是說 日本那些 很嚴明的法論 很守規矩的 他們只是想聽他們想聽的東西 沒錯 另外 日本 也公佈了一個措施 日本 東京都政府 就說 現在我們 要加快疫苗接種 所以 星期二 就已經 開放一個大規模的接種中心 地點在哪裏 就是很多 叫日本家鄉的 香港人都去過的 就是 捉地市場的舊子 那麼 首批 接種的對象就是 東京警示廳 和 消防廳的職員 目標是怎樣 每日 五千人 他說 他說6月底 會11萬人 全部打了 哦 你信不信 祝地市場舊子的 接種中心 其實負責接種 上個月 在日本 批准使用的 莫德納疫苗 其實昨天 大概就有500名 消防員 和2500名警員 在場接受 接種 會場 就設立了20個 問診署和15個接種署 都是由 醫院派出的醫生負責問診 並且 有護士 和牙醫 牙醫負責注射 牙醫 沒辦法 老實說 你不夠醫生 有這個知識 有這個技術 都可以 你醫生要做 牙醫 現在牙醫都不讓你做 醫生在前線 牙醫沒什麼做 最明顯就是台灣地區 所謂 這個 防疫 防疫指揮中心的 總指揮 防疫指揮中心 雙引號 阿忠 陳時忠就是牙醫 阿忠 但是其實牙醫 不是傳染病學家 是啊 所以 OP串他的時候 他就不敢出聲 不好意思 我是牙醫 OP 不好意思 我是台大 醫科教授 差得 所以那些人寧願 那些人知道 當你一聽到牙醫 遇OP 他一定是想OP的 當然啦 說回日本 東京都的警示廳和 消防廳將根據所屬部門輪流接觸 為避免疫苗副作用影響 正常運作 根據警示廳就說 只可以 每天 就為8%到10%的人接種 警示廳有多少人 5.2萬個職員 消防廳 就是 安排那些人休班 休班的職員 去接種 之後呢 就會將接種對象擴大到針灸師和獸醫 嚇壞了 我以為叫獸醫幫你接 笑死了 不是說笑 好笑 針灸師也幫忙接種 不是 是幫他們接種 我差點 說一遍 說一遍 其實接種對象擴大到針灸師和獸醫 哈哈 哈哈 那麼說回 由於觸地市場舊子 將用作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停車場 所以 接種中心 只可以用到6月底 好心你找另一個地方 這麼問水 即是你6月底之後 又將這個 觸地市場舊子 又整回停車場 那停車場不是停車場 還有很多東西配到的 好像什麼都 不知道 日本經常說自己這麼嚴謹 這麼有罪做事 而且6月底是不是真的可以 問題不僅是在於打針 是沒有人肯出來打針 是的 等會我講一下 其實他也說 觸地市場舊子 處接種的人士 之後就會改到代代木公園 去接種 另外 剛才嘉賞說有多多少人接種呢 不好意思 昨天 日本媒體就說 因為那些人覺得東京都疫情已經催喚 接種預約的人數 就是越來越少 那些人的態度越來越冷淡 大家知道近期日本 根據他們說法 根據他們媒體說 好像有所放緩 其中 下月主辦 東京奧運會的東京都 提到 昨天 其實 只有369個人 就接種了19 是26天 來 單日確診 叫做 新低 他說 另外 10個人就走了 大阪府 有190人 接種了 北海道 那麼遠也有120人 他已經 至於 東京和大阪開設的大規模接種中心 近期 預約 撕打疫苗的人士 其實 漸吹冷淡 前日起開放到月中 有些是月底 有些是中心 其實 那些配額加起來 就有21個名額 結果 現在只有2萬人是預約了的 兩個中心 營運以來 已經 打了多少人呢 就是17.7萬人 初期的確 根據日本媒體說 很踴躍的 初初的時候 開放當日 是霸滿的 但是近期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大幅減 其實 這些接種中心 營運的頭8天 共有4081人 就是 不去 居然 所以 那些人不知道為什麼 約了也不去 有沒有搞錯 日本人不是很守承諾的嗎 居然爽約 而且這些人 這4081人沒有通知 說自己要取消 直接不去 說也不通知 這樣 沒面子 免得煩 而且他可能這樣想 你能追我仗嗎 是 另外一件事 日本 東京澳組委 都是有一個新的 叫做措施 大家知道 其實 東京奧運 已經倒數 44天 今天 東京奧運的 組委會 昨天 在東京召開 理事會 就說 要對來自海外採訪 東京奧運會的媒體 實施一些 管理措施 介事 將採取嚴格的行動管理 包括 運用全球定位系統 俗稱的GPS 主席 喬本勝之 就說 來自海外採訪的媒體 不能夠 沒有登記就去 其他地方 因為他去哪些地方都要登記 如果 你沒有登記 你要去的地方 就不好意思 你不可以去 就算你有記者證 也不行 入境日本14天之內 都挺 搞笑 不可以用 公共交通工具 下塔的宿舍 只能夠住在 跟 東京奧運會 組委會合作的 酒店 可監督的設施 以及 不可以住在民宿 家人 家 或者 朋友家 都不可以 背體下塔的酒店 原本是有 350家 現在就減到150家 就是要管理 他說可監管的設施 其實就是這些下塔的酒店 他要看你 We are watching you 不是劉世凌說 1984 喬本勝之 還強調 對於違反 規定的媒體人士 將會採取 嚴格的 措施 為了舉辦 奧運會 亦希望大家 安心 安全 所以每項措施 一定會落實 好 這樣說 其實 這個 橋本勝子還說 總共就大概6000名 海外媒體人 就會 到東京 全部都要用 GPS 監控他們行蹤 哇 糟糕了 We are watching you Big Brother 是嗎 所以這些都是 搞笑 我們都說 其實 很多措施是為了公共安全 那些人肯定說 為何沒有人出聲 你家鄉 你們家鄉 有些人的所謂家鄉 沒有自由的 6000名媒體人 海外媒體人 要用GPS定位 是嗎 他們做我們信得過 你中國做 總之我信不過 但是 他們沒有民主 我為何要信 總之人家的事永遠好 你吹我仗嗎 你不要試圖說服我 總之 違反 這些措施的 海外媒體人 有可能會被吊銷 許可證 回家 叫你 這麼厲害 還有呢 昨天起 這個 新的國立競技場 經常周圍 實施交通管制 一直到9月30日 以便安裝為難 以及 奧運期間 保證各項賽事 可以順利舉行 對於有報導 東京奧運會部分 贊助商私下提議 將這個東京奧運會延遲到9月 到10月之間舉行 其實不可能的 我都說過了 日本政府說了兩筆政策 不取消不延遲 東京奧運會 大臣 叫做 遠川珠袋 都否認了這件事 重申 不會延期 不會取消 就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就看一看 這屆這麼特別的奧運會 是否可以 安全地舉行 我們拭目以待 好 多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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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